好 这回 我要跟我皇叔 好好地赌上一拍子 殿下 跟我对 王爷 殿下 我这个当皇叔的 真不知应该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呢 还是让殿下尽兴奉陪到底呢 杨明先生 我来的突然 是不是打扰了你设的赌局啊 师哥 师哥 朱晨好 请我去赏院 你们慢慢谈吧 我们出去聊聊 师妹 改天再去可以吗 师哥 那月亮可不是天天都圆吧 师妹 师妹 咱们这个宁王啊 站在你旁边这个宁王外表温和 可内心紧张 他在玩什么花样 他知我知 你不知啊 师哥 人家就是请我去看个月亮 干嘛那么说人家 楼姑娘 刚才杨明先生说的对 就像父母心疼自己的孩子 虽然言语过激了一点 但心是好的 杨明先生 我这替楼姑娘 谢谢你 王爷 我是为天真无邪不懂得人心的邪门 以勾引他 无非是要扰乱我王耀明的心神 我怀疑 你的一谋一旦得逞 我不知道你师父还愿意披着你为君子的那张皮 师妹 相信师哥 师哥不会害你 杨明先生 楼姑娘 楼姑娘 也不是三岁的孩子 谁对她真 谁对她假 她心里最清楚 我喜欢楼姑娘 是把她当成我未来最漂亮的新娘 你喜欢楼姑娘 是把她当成天真烂漫的小师妹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俩没有本质的冲突 至于楼姑娘怎么看待我 那是她自己的抉择 别人没有道理横加干涉 楼姑娘 你师哥担心得很有道理 我理解你 楼姑娘 满月就在那 谁也拿不走她 看见她 我就会详亲你 就算你不在我的身边 我的这片心意 是永远也不会变的 楼姑娘 杨明先生 那我就告辞了 朱晨豪 等等 师哥 我天亮之前就回来 师妹 你会为你这个决定 追悔一生的 师哥 我的前半生 已经够让我追悔的了 我们走吧 我让你顺着 我始終的 是 救命 师哥 Transport 刘我 根本 算是 根本 先生 员 我 永远 疫情 不加热 暴风 大味 人 抢子 极乐 师父 还挺帅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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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楼姑娘和我一样 她早晚会明白 王叔是个什么样的人的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等他明白的时候 什么都来不及了 等我师父回来 咱们大伙跟他好好说说 他肯定能明白 咱们进宫吧 先生 咱们等天亮了再进宫吧 明王要杀人灭口 正望一刻见不着万岁爷 我们一刻就不踏实 对吧 先生 咱们这边 真漂亮 你想得真軸道啊 還接上了花花 這賞玉用的車頂 任何人之間 怎麼會相差這麼遠 楊明先生 是個絕頂聰明人 我能想到的 他也一定能想到 不過他把心思 都放在我家大事上 不像我這麼而已情長 你這個做師妹的 要多體諒他才是 楊明先生 一心要想著拯救天下蒼生 這是我最看重他的地方 那我 算不算一個蒼生 那你有我呀老姑娘 叫 醬 擺中了 albo 一個衣服總了 Huh 看得出来 杨明先生一直很统领 现在呢 他对我有一点惩戒 不过你放心 总有一天 他会发现 他自己是错的 我师哥 一直都很宠活 就像我爹一样 不过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我必须老老实实地 待在他们做好的笼子里 好 认识你之前 我也习惯了被他们宠爱 可认识你之后 你让我看见了 一样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笼子 笼子 这么说 是我害了你 我的事 已经说得够多了 还是说说你吧 我知道你读的书很多 一定知道 生于深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首 这句话吧 好像说的 就是你这样的人吧 不错 本来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 生前荣华富贵 死后寂寞无名 留给世上的 只能是给盗墓贼的遐想罢了 这么一小头 原来你那心深处 也有这么暗淡的一幕 自从见了你以后 让你看见了一件东西 锦心绣口的朱晨豪 怎么也会学别人说话 不是这句话 不足以表达这件东西的可贵 笼子还可贵吗 在认识你之前 我从来没有惦记过什么人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 一个人是可以 让另一个人 不分白天黑夜的店 所以 你让我看见的东西 叫做想念 我要娶你 我 我 我 你 王妃 最近 还好吧 她是先帝硬碎给我的 就像一个人的影子 不过她一直都很好 要下雨了 再往圣人风也尝尝下雨 那我送你回去吧 嗯 走吧 嗯 你是担心杨明先生背影吗 你怎么知道 你一点的担心 我敢肯定这不是被我准备的 不过 我可以断定 杨明先生他不会等你的 嗯 嗯 开门 姑娘回来了 我师哥呢 杨明先生和太子出去了 出去了 师哥 你真的不再厌弃我了 嗯 太子殿下 请回吧 皇上吩咐过不让人打扰 看你殿下有歧视 这事展不到明天 起来 先生我们走 嗯 嗯 嗯 你就别进去了 人家一个太子一个先生 你是什么人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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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启禀陛下 太子殿下人不束缚 杨明看来 有中毒之相 啊 父皇 陛下 啊 陛下 陛下 父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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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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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怎么了 皇后 请接安法 快 请 不 找宁王进攻 好 慢点 皇后 皇上 已经验驾 现在千军一发 在五商量后对策一切 谁也不要乱动 皇上上次病危 宁王就救过她一次 现在这种局面你们不让年王进攻 你们想谋反吗 皇后 来人 来人 皇后 出事了 出事了 要不咱们一块进军 娘娘有无几 这没你们的事 你们都下去 是 皇后 皇后 皇上是服用了宁王的毒药才验驾的 现在的太子已经是新皇帝了 模凡是秦皇后三季 秦皇后三季 你凭什么送宁王给皇上下 他可是皇上的亲弟弟 因为现在的新皇帝也重 皇后三季 你认为这是谁干的 皇后三季 皇后三季 你认为这是谁干的 皇后三季 现在怎么办 皇上的玉玺在吗 你们怎么都是这副枪调 我要他来干什么 杨明要召神机营十二团营的统兵将领入口 没有皇上的诏损 他们绝不会来的 是什么是杀人吗 宁王教授阵望 挑拨太子与皇上的关系 杨明已经拿到共桩 闹 宁王蓄谋已久 要模反就要有兵权 这些将领入宫以后 由皇后陛下亲自掌控 这正是杨明不想杀人的地方 杨明先生虽然有理 可我们不能伪造诏书 皇上已经大喜 太子和皇后共同使用玉玺发布诏书 这本来就是分的那些事 怎么能说是伪造诏书呢 赵儿 你的意思呢 我听先生的 是 吉祥 在 把玉玺拿出来 是 先生 那有些话想跟皇上说 赵儿 你们先退下吧 请皇后节哀 扬名告退 你放我进去 我死的是我的事 你们不放我进去 你们死是你们的事 知道吗 太子爷 你松开 我不进去了 松开 先生 要不咱们先去偏殿吧 在这先等一下吧 几下 先生 我有皇命在身 恕不奉陪 皇后陛下是不是让你去遭宁王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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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这个 我不能说 你快听好了 是先遭各位将军入宫 还是先遭宁王入宫这关系到天下安危存亡 我知道吉公公不敢违抗皇民 可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你自己斟做吧 先生 你跟吉公公说什么 别问这种蠢话 殿下 咱们先到偏殿去吧 好 父皇死了 父皇死了 这 幸亏咱们来得及时 这要是让别人抢了些 太子言 这不是该找吗 我肯定是让吉祥去召各位大臣和宁王进宫 但愿他能把军队的事情先安排好 都见 我让你去帮帮你大臣 把太子府里的护卫全部带到前进宫来 以防无策 不是 杨敏先生 这没有诏书谁也进不来啊 怎么让人混起来 你自己想办法 规徒 吉公公 我说持宫贯 皇后娘娘召王爷进宫 十万火急 赶快禀告王爷 您先进来坐坐 我立刻禀报王爷 都什么时候了 我还做什么呀 让宁王赶快走 娘娘在那儿等着呢 快点 好 快走 快走 娘娘 你想哭就哭吧 平常您不敢哭 是怕万岁爷看了不高兴 可现在都到这时候了 您该哭吧 教练你的事都办好了吗 娘娘 您就哭吧 那我就哭了 妈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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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人 两个士臣以前 皇上宴驾 好 皇上 请问皇上有遗诏吗 皇上一命 大学士李东阳 由建谢迁为顾命大臣 辅佐太子治理朝政 先生 父皇 殿下 刚刚发生的事您都忘了吗 当时皇后也在场 大家亲眼所尽 亲而所尽 请殿下 不要过分挨头 各位大人 现在是非常时刻 皇太子应该立刻继位 请各位大人 即可跪拜新军 等等 杨明先生 按照我大明组织 先皇大行 皇太子必须守灵 一个月之后 方可继位 祖宗的组织 不可违逆啊 王阳明 你刚才所说的非常时刻 是什么意思 请你把话讲清楚 有人窥视皇位 难道你不比我明白吗 是谁这么大胆 敢窥视皇位啊 监国王爷说得对 王阳明 你把话说清楚 干什么 干什么 杨明先生 是我请来的老师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父皇刚刚登家 你们 你们就都乱了吗 什么 我 我 我皇穷演家了 他人在哪 我要去看他 皇后驾到 不明皇后圣拜 既然各位已经来了 希望大家各司其职 按照朝廷的规矩办事 皇后 组制算算朝廷的规矩 当然算 皇后 刚才 王阳明要太子即刻继位 这是违反组制的 臣怀疑他 别有用心 阳明先生 大家按照组织规矩办事 有什么不妥吗 有啊 母后 我皇叔想利用郑旺 挑拨离间我和父皇 离间不成 他又派人杀郑旺灭口 这件事 是在上半夜发生的 这 当时 宁王府的池总管和我都在场 任谁也赖不掉 郑旺 已经全都招供了 请母后 立刻派人招郑旺 入宫对质 皇后陛下 皇上他 是先帝 先帝他最讨厌的 就是郑旺这种小人 所以才悄悄地 把郑旺撵出宫去 臣身为坚果 深知先帝的心思 可是郑旺刚一出宫 就被人绑架 臣担心 有的人找郑旺来兴风作浪 所以才派人一查到底 可是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我皇兄长 他就这么离我们而去了 皇后 这件事情 只要把郑旺招进宫中问上一问 就再清楚不过了 皇后陛下 皇上刚刚起天下而去 现在不是追究 细枝末节的时候 这不是细枝末节 郑旺的说法可以证明 朝廷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时刻 你们都别吵了 过去 我不想当这个皇上 你们一天到晚逼我当 现在我想当了 你们又说这说那 组织组织 什么组织 我就是组织 你们谁不认我这个皇上 就给我站出来 皇叔 你不认吗 李东阳 你不认吗 臣不敢 你们谁不认 就给我站出来说话 什么 看句话 但是不能把他有一天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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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会 smo 可是我更敬畏祖宗 各位大人 你们有谁不敬畏我大明列祖列宗的 就请继续在这里给我跪 你们这帮人简直就是鱼木脑袋 一个月后当皇上和现在当皇上有什么区别吗 来人 马上把郑王给我找来 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吉祥 再离去 先生 告诉吉祥到哪去找郑王 没人去是吧 没人去是吧 没人去 我去 没有皇后陛下的义址谁也不许走出宫门 太子殿下 我皇兄刚刚走 你就这么凤极代的想登上皇位 这一前一后 难道没有什么关联吧 你 你们别再吵了好不好 你们再吵 再吵我走了 请进 来 请进 为了预防不测 刚才皇后已经把神机营和十二团营的将领赵进宫来了 现在今时的兵权由皇后亲自掌控 各位大人 太子殿下是不是有意境 你们也应该清楚了 各位大人 先帝在位时 太子殿下就无作非为 现在先帝去了 杨明先生倒把太子装扮成像个孝子一样 杨明先生真是智慧过人哪 各位大人 我们都自愧不如啊 你叫什么名字 臣公布侍郎立直 立直 我打你个坏蛋 别跑 别跑 说吧 别跑 看看 这还真打得非常事 是 殿下 殿下 你看这成何体 这样的人 怎么能成为一国之君呢 对 赵儿 住手 住手 不 等我打死这坏蛋 再住手 求求你 太多殿下 殿下 殿下 赵儿 住手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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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 殿下 太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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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来了 谁敢动太子 練个手eln 我让他八辈子不得安生 皇后 是您让他们来的吗 喈锦 你这个狗奴才 没有皇上的诏书 你敢带兵入宫 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 你怎么知道我没诏书啊 有诏书 你把诏书拿出来 让大家看看 这 这道诏书行不行 先帝驾崩 太子登基 天经地义 新皇帝命令我带刀入宫 难道这不是诏书啊 我还告诉你 新皇帝早就料到你们有这一手啊 谁要是不服 咱们就白刀的进去 红刀的出来 谁都别废话 太子殿下 请上座 各位大人 现在可以跪拜新军了 哼 让你们小人得知 先高兴一会儿 天下 那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万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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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快点 陛下 现在可以让刘公公 召政官入宫了 先生说得对 这事是该有个了结的时候了 老东先生 你去一趟 去吧 奴才遵旨 现在趁着各位大人都在 奴才遵旨 杨明先生既无官又无知 身体又不像刘公公 那么赶紧 本王以为他不适合再出入宫境 我是皇上 我想让谁在宫里待着 就让谁在宫里待着 你们说是吧 这 陛下 朝廷没有这样的先例啊 依老臣之见 还是请杨明先生 暂时回避吧 你的意思不就说杨明先生无官无职吗 请问刘大人 不 我该让杨明先生当个什么样的官 有个什么样的职 才能留在宫中啊 陛下刚刚继位 天下人都希望陛下能有一番大作为 如果陛下第一道旨意就是破格任用太子府的人 陛下以为天下人会怎么想啊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要用谁就用谁 你 李直是吧 你给我说说看 我该给杨明先生封个什么官啊 我劝你给我好好想想 想错了 我接着揍你 杨明先生堪称大才 朝廷应当动用 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是不是时候谁说了算的 陛下 我想去看我的小师妹 请陛下放我走吧 先生 陈国舅 咱们该进宫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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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出什么事了 昨夜里 皇上过世了 皇上过世了 那朱后赵呢 他怎么样了 太子继位了 这下子啊 他终于熬出来了 哎 怪不得呢 天还没亮 这府里就乱成了一团 哎 师哥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回来了 嗯 是 你到底 还是想着我啊 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还是对我放心不下的 是不是 师哥是被他们赶出来的 嗯 你是皇帝的老师 谁能把你赶出来啊 除了皇帝以外 每个人都想把我赶出来 师哥 上次你不是答应我 一起回圣人风的吗 反正现在 朱后赵也熬出头了 当了皇帝 咱们这就回圣人风吧 今后啊 就算他们派十个留进来 也休想再说动咱们 啊 师哥还不能走 为什么 师哥有难言之意 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师妹 你相信师哥好吧 师哥是为你好 师哥 你最近说话总是 吞吞吐吐 闪烁其死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师哥是怕你被人利用 被人利用 我又笨又穷 没钱又没事 有什么好被人利用的 你身在圣人风 长在圣人风 当然不知道人心险恶 我是被你们困在圣人风的 我当然不知道人心险恶 师哥不是带你下山的吗 这恩师和我的过错 你到底要记多久 对于你们来说 也许只是一个过错 可对于我来讲 确实住得一生都不幸福 师哥 我倒要问问你 自从咱们下山以来 你有哪一件事是为我做的 你又有哪句话 能让我看出来 你是在为我弥补过错 师哥带你下山 是让你来增广经营 不是带你来结交坏人的 结交坏人 在这太子福利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和圣人风有什么区别 我昨天不光是和人去赏愿 在你看来 就又犯了你的天条 是不是 赏愿 赏愿 你和谁赏愿 朱正好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会对你怎么样 你根本不知道啊 朱正好 朱正好 他是个闷闷而雅 敢爱敢恨的人 他不像你 四妹 你 能不能静下心来 好好去想想看一看 然后再和她去风花雪岳 然后再和她去风花雪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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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